荣获新北市112年度本土与基优人员的安坑国小老师林秀娥 她从教育部设置乡土课程之后就开始担任班级的闽南语老师 而为了要更精进教学的品质 秀娥老师她不仅参加课程进修也取得了闽南语证照 她更将自己的专长跳舞融入在教学当中 期盼借由生动活泼的方式让孩子们快乐的来学闽南语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新闻深一点的报道 教室里林秀娥老师匕首画脚 用生动活泼的方式带着小朋友学闽南语 在九年一贯课程开始实施后 将乡土语言列为国小一年级起必选课程 林秀娥老师除了是班导师 也担任起班级的闽南语老师 如于对于生长在台北都会区的孩子来说 闽南语并不是日常生活常用的语言 学起来肯定有相当的难度 因此林秀娥老师便发挥他爱懂的个性 将唱跳融入教学当中 我自己本身很感动 我也很喜欢跳舞 因为我也不跳舞 所以我会把我专门的专门 带在自己的班红 我的班红的小孩都会跟老师 多少少跳在舞 所以就是这样 有方说不 有 因为我的特色是说 小朋友 我们要来唱歌跳舞 我们的闽南语很出名 我们来看看 这个出名就是唱歌 唱歌就是跳舞 就是用唱歌跳舞 这带来跟我们的技术 让小朋友说 原来闽南语没什么样的 从孩子们上课时的神情 就看得出来 他们对闽南语这堂课相当的热爱 孩子们回家之后 还会跟家人分享 甚至跟爷爷奶奶们说闽南语 不仅是将所学延伸到家庭当中 无形间还促进了亲子关系 你也可以让我学到很多 很难以 以后 以后我可以叫我妹妹 因为老师 教我们唱歌 歌 跳舞 我觉得比较简单一点 老师说门南语 很趣 回去也会跟老爸老母 带一下 今天我们的老师 教我什么 我唱给你听 我跳给你看 小孩 家长就跟我分享 家长 我会把他们并传是在上课 高兴的模型给他们摆起来 跟他们分享 我们班上的班 他们就看到 老师 我说你们在上课 也是真高兴 林秀文老师在民国87年 就曾经代表学校 参加闽南语教师组演手比赛 获得了省赛第一名 成为教学生涯中莫大的收获与荣耀 也因此开启了他 他投入门南语教学的动机 在87年 他到了我们的机会 到了转性的第一名 所以我就觉得 噢 这万语 我们的语 一定要跟他说下去 你说有详意 有详意 越详意 又看来我们的小朋友 他给我们的欢迎 我们就觉得 我们的无语 就是要这样教会 所以就是这个原因 就走到我们的 中途到这个环境里面 之后林秀老师更开始 担任起 新北市九大区区赛 与世赛闽南语评审 同时也负责指导学生 参加国语文建赛闽南语言讲 屡获佳基 此外为了精进教学 林秀老师还通过了 闽南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 希望能够提供孩子们 更好的教学品质 说多好 不敢说 真的要加教自己的 万能语 政府里面的旗展 还有我们的望楼 还有我们的演示 还有跟我们的 去扣持人情 这都会让我们的万能语 能够提高 能力 这是我自己本身的经验 给大家分享一下 也因为林秀老师积极热心的 推展闽南语教学 他更荣获了新北市112年度 本土语基优人员奖励 林秀老师强调 这份荣耀不是属于自己 一路走来 他看到很多老师 家长与孩子的投入 让他坚定母语传承的必要性 国语 国语 几乎每个孩子都会讲 不过我们的 这种分头议员 真的要提供下去 所以我也愿意 我们的台台修团 不要说 好像登不了大雅之堂 其实不是这样 每一种议员都会得到 你如果说 我有这个机会 来把这种议员 给大家分享 大家也会说 哎呦 你可以说这种议员 你给大家议员 也是很好啊 诚如林秀老师所说 闽南语需要代代传承 所以即使推动上不容易 也难以历史见效 但凭借自己对闽南语教学的热忱 一定会挤尽心力 继续为乡图语言教学向下扎根 记者视频站门期采访报道